学学大部给他们抢饭了 每一次弄猫粮都抢了吃 看他们这个猫 两个猫立的近不近 你们从中 我就把他们的碗挨着 就因为那个猫粮 他们俩慢慢快和好了 吃都吃了嘎嘎香 挺有意思的 原来这个猫粮好吃了 都忘了干架了 你看小乖吃了嘎嘎香 大胖还没有小乖吃了筷子 看来是真好吃 小乖本来是特别挑食的小猫 现在也不挑了嘎嘎嘎嘶 碗里人老劲了 面对面头对头 我就是这样让你们两个慢慢和好 这猫粮真好吃 就这个猫粮给你们瞅瞅 没事你们吃啊 不要害怕 这个猫粮 三斤三十五块钱 特别好吃 给你们瞅瞅啊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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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全毛和幼毛都可以吃 这里边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 你们看看 这里边有 鸡肉 三文鱼 还有鸭肉 看到没有 还有蛋黄 冻干鸡肉 冻干鸭肉 冻干蛋黄 你看 还有三文鱼嘞 维生素B2 牛黄酸 牛黄酸 牛黄酸就是老鼠身体里面特别含有的一种物质啊 那猫为什么他喜欢吃老鼠 就因为老鼠身上含的有牛黄酸 牛黄酸对猫的夜间的视力比较好 如果他经常不吃老鼠的话 他晚上看东西看都不清了 所以要给他补充牛黄酸 咱们在家养的猫 他不抓老鼠 没机会抓老鼠 就给他补充这种 还有牛黄酸的这个 猫粮 或者是 羊带粉 你看还有卵鳞汁 维生素D 你看没有 12b1 你看这里边的营养成分特别的丰富 你看没有 这里边 主要是含着肉啊 你看 冷就是负38摄氏度的真空冻干技术 冷冻技术 你看 生物酶 将动物蛋白中的大分子分解为小分子态 小分子态 他这个猫咪的肠胃就容易吸收了 他就不容易吐 目前这两个猫 他吃这个猫粮还没有见他们吐啊 什么不适应啊 有的是说哎呀 刚换了猫粮之后 猫就容易吐啥子 你看 他们两个吃了这么几天了 三四天了一点没吐 而且都吃了嘎嘎香 特别喜欢吃 好吃的 两个猫都不打架了都 你看 头对头 近不近我给你们看 两个碗近不近 真的 特别近 也忘了打架了 哎 怎么走了大胖 不吃了吗 大胖还去吃啊 吃饱了 大胖 来来来 来大胖 来吃啊 大胖吃饱了大胖 没吃完 没吃完啊这一碗 干份猫不吃了你 那我给你拿在那边吃 来 你给他拿着他的文件箱子还想吃 来 喝了什么 看小乖吃的吗 好香 看小乖 歇会儿再吃 嗯又吃去了 又吃了 大胖的腰真粗 小乖都吃嘎嘎香 我相信这个猫粮 能把小乖给养胖 养胖就好看了 看 又吃下来了 又吃下来了 所以这个营养成分 比较丰富啊 它比普通的猫粮 稍微贵一些 普通猫粮可能五六块钱一斤 这个要十多块钱一斤 39块钱三斤 但真是贵的有道理 猫喜欢吃营养丰富 这个还有试吃装啊 一块九不到两块钱 给你发半斤五包 这是试吃的 发五包 你可以先买五包 看看你们家的猫吃不吃 吃的话 你可以再给他买的那种 嗯 多的 其实都会吃的 我跟你们说 你们要 你们要相信大胖和小乖的话 你们都可以买大袋子的 你看 其实小乖是一个普通的猫 小乖是个狮子猫 大胖是个眉短 所以不同的品种 他都 也都吃的 是吧大胖 好吃不好吃 大胖 给大伙说好不好吃 是不是 吃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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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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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